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个是这首曲子的一个特点 它的装饰音大度都是用一个小三度来打的 那么起音的时候这个切封啊不要演奏的过硬 因为切封音通常会把这个长的音啊演奏的比较重一些 那么因为它是一首情歌啊比较富有感情 所以呢我们起音的时候啊柔和一些 第二句呢也是 同样都是三度的打音 在换功之后我们要注意不要有痕迹 不要 这就是过于生硬了 我们心里啊非常美好的感情 所以呢在换功之后非常柔和 第三句呢我们演奏的比较柔和一些 这些音乐也可以弱一些 这种小的装饰音都可以演奏的轻巧一些 这一个装饰音是一个二度的打音啊不是三度的 这也是一个二度的打音 第四句仍然恢复到这个比较强一些的音量上 然后是一个结束句 那么它为了和第一句和第二句啊形成一个相呼应的关系 这就是几声转和嘛 到和的时候在你的音量上在你的感觉上都要和前面的乐句啊 相相对应 这有一个 用一个理弦 这种那个咪和空弦音啊一定要在音准上 同一 这个抖 抖上的打音啊可以用三度的 拉上面也是用一个三度的打音 收音呢仍然是一个柔和的收音 不要受的过硬 总之这首乐曲要演奏的非常富有内在的情感 这就是敖包相会要注意的要点 而在这种程度上 这就是敖包相会的